阿弥陀佛 周围同学 大家好 请掀开十善叶道经 第七面 道所第二行 佛此龙王 热力妄语 即得霸中天所战法 何等为拔 以口肠清净 幽不花香 昨天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接着看第二句 这都是讲的古的 二 为主世间之所幸福 二 为主世间之所幸福 古人常识 人无信则不略 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上 对信用非常重视 无常 常是很常 决定不能够失掉的 所以称为常道 也就是做人的基本的道理 人亦 离制性 那么在佛法里面 对这个信也非常非常重视 净土宗里面 这个三个条件 信愿行 这信愿行三个条件 不仅仅是净土宗 无论修学哪个宗派 无论哪个法门 都不能够缺少 尤其是信 尤其是信 大经大论 佛在其中说明 信为道远功德母 这个话的意思 信是入道的根源 能生功德 所以称功德母 母是能生的意思 那么现在在外国 常去外国的人 应该多发现 外国现在都是用信用卡了 你要没有信用的话 你在那个社会 就很难生存了 社会的发展 将来可能都不用现金了 完全用信用卡了 所以对于如何维护 自己的信用 外国人非常重视 他们重视信是为了利益 佛家讲这个信是为了道 如果常常忘语 就是你这个话不可靠 我们 与人接触 别人是不是用妄语 对待我们 关系不大 我们受一次拼 受年次拼 就会学到教训 不会再上第三次当 最重要的 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打妄语 我们有没有欺骗别人 可是在现前的社会 妄语成了一种习惯了 为什么呢 只有用妄语 才能保护自己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宜 这不能不打妄语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你的权宜究竟有多少 非常有限啊 你的损失可太大太大了 你纵然打妄语 可以得到整个地球 你还免不掉生死轮回 你因为妄语 决定不能超越三界 决定不能往生进土 你这个要是一比较 你的损失到多大 所以不了解四十真相 往往随顺自己烦恼稀奇 现在人不懂得说话 也不能怪他 没有人教他嘛 无量寿经 佛讲得太好了 让我们真正一个明白人 要体谅 现前社会的一切众生 他们是佛经里面讲的 可怜人者 为什么呢 信任无知 不赦道德无有余者 输无怪 明理的人 虽然不责备他 不怪他 但是他不能不收果报啊 他自己造的这个业因 一定有果报 因缘果报是谁都不能代替 这个是大小陈经论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言语不能不谨慎 纵然是你善心善意 你一定要明了 听话的人 能不能体会到你的善心善意 十许多多地方 你善心善意 人家听了之后产生误会 说你是悟行为 所以开经济里头一句话 愿解如来真实意 我们修学 所以不能成就 说实在话 是悟解如来真实意 去解如来真实意 这个现象太多太多了 佛的意思 我们误会了 我们去解了 日常生活当中 人与人往来 别人的意思 我们往往也把它错解了 等到自己知道错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言语不能不谨慎 不能不学习 那么佛指导我们一个原则 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就是诚实 诚实就是不忘语 说话要有分寸 一定要顾到现实周边的状况 让人听了 让人听了的时候 不至于产生误会 所以诚实的言语 这是为世间人所信 为世间人所尊重 第三句 发言成正 因为别人 因为别人相信你 相信你 相信你诚实 相信你不忘语 往往往引用你的言语 你的说法来做正 就像我们常常引用经典做正 引用古大德所说的 为正 他们不忘语 这是第三种 诸天所称赞 这个后面还有一句 发言成正 人听尽耐 第四 常以爱语 安慰众生 众生因为迷惑 所以随甚烦恼 随甚习气 造作种种不善 得的果报不善 常常生活在苦难之中 这个苦难不分平复归进 有很多人地位很高 财富很大 但是生活非常痛苦 地位高了之后 变成朋友都没有了 朋友不敢给他接近 找个朋友聊聊天都找不到 对的财富太多了 时时刻刻提防别人陷害他 所以出门都要请很多保镖 行动不自由啊 真真知心的朋友 没有了 所遇见的人 他都提防 他来见我 他是什么目的 他有什么企图 所以真正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所以富贵人 有富贵人的苦难 平贵有平贵的苦难 说到苦难呢 大家都一样 唯有菩萨 能帮助他 菩萨于世间 一无所求 于人无增 于事无求 这种人 能够以 埋于 满味他 爱于是 爱护他的言语 不一定是好听的 对他有真实的利益 打他 骂他 都是爱护他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啊 这是真正的 有爱心 现在在今天的社会 大概只有父母对子女 还有爱心 还有爱语 老师对学生都未必有 朋友之间就更难了 所以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 能离道德 全部能丧 这是一个大乱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 我们总算是有信 过去是 还修得有一点善根福德 在这一生当中 还能往复发 还懂得了 要发心 去修行 这个非常 稀有 而难得 一定要 保住自己 这一念善心 要保护自己 要保护自己 一念善心 一定要认清楚 这个世间 到底有没有灾难呢 大家自己看 你能够通达 社会的现象 就是古人所讲 神而明之 你就明白了 急行 获福 撩如指掌 人与人之间 果然 充实 人意离之心 你到处都能看得见 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 是有福 佛家讲的 福地 福臣 忍 忍 忍辞 忍辞 忆是道义 忆是道义 忆是理极 智慧 心 忍辞 这个社会 有福 如果是 反过来 没有仁慈 没有道义 无理 无智 无信 这个社会 必定 有凶灾 你冷静 仔细去观察 先从历史上看 看过去 看历史上 所说的 智识 天下 大智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你看看 你看看 那个社会 是什么现象 再看看 过去 动乱的时代 这个时候 这个社会 人事 又是什么 一个现象 我们看过去 过去是一面镜子 再看看 现前 社会现象 就知道了 我常讲 社会的 治乱 吉凶 和福 他的根 是家庭 这个社会 基本的组织 是家庭 家庭 这个组织 要是破坏了 社会 永远 不会得到安定 家庭的核心 是夫妇 从前 夫妇 是道义的 集合 有恩 有意 有情 有爱 现在 现在这四个字 没有了 现在我们看一般夫妻 结合 是什么 利 你 遇 遇 遇 你是多可怕 啊 啊 女的看到这个男的 有钱 有势力 利 啊 男的看到这个女的 啊 还长得不错 遇 没有爱 啊 这个社会 还得了吗 今天有很多人 讲这个夫妻 结合 是爱啊 我听他摇头啊 你哪里懂得爱啊 什么叫爱啊 没有啊 这个没有 没有人教他 所以他不懂 今天社会的集合 从基本家庭的组织 啊 到这个整个 国家世界 都是一个利 一个欲 你说还得了吗 几个人 看清楚 这个里头的 意应果报啊 又有几个人 啃回头 佛家常讲 回头是爱啊 我们一个人回头 一个人得度 两个人回头 两个人得度 大家不知道回头啊 我们自己要晓得回头 不辜负 佛菩萨的教会 修行 古人 很多人讲啊 从波旺于始啊 从哪里修 开始呢 从波旺于开始 第五个 第五个好处 那是神秘乐 不是从外面刺激 是内心里面 生的喜悦 像泉水一样 它不是从外来的 这叫发喜 这是落到 这是落到 去三叶 清静 就落了 三叶清静 无量寿经上 世尊 世尊跟我们开始 善乎口业 不及他过 善乎深业 不凡为义 善乎一叶 清静无然 这个三叶展开 就是十善业道啊 十善业道 你统统都做到了 你就得胜意乐了 这个经论里面常讲啊 常生欢喜心 这个古报 你真的得到啊 诸佛菩萨得到 祖师大得门 也得到 真正受持独送 为人掩舌 依教奉行的人 都得到 我们只要肯干 也能得到 这是真的 这种喜悦 能消除一切烦恼 夜喜 天灾人祸 都能够消除 这是三叶清静之等 可见的这个言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一句 多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